大家好我是Julian 嗨大家好我是Joey 我们又来到我们的线上座谈会 那我们这次邀请的是我们的 呃一个小学姐 但她之前是学妹 她就是听完她的学姐 Yuri 然后在两年前吧对不对 还是一年前 对差不多 两年前 也是讲一样的主题 所以呢 她就原汁原味的学了同样的学校 同样的城市 同样的课程 对 前脚了就对了 然后头洗下去踩脚一半 就算再害怕 但还是要 还是要去实践这个梦想 那时间过好快 我那时候记得她刚来的时候 好快 然后读完书 然后找到一个咖啡厅 然后她的homestay 我还特地帮她挑一个的 对 所以一住就住快一年了 哦一年多了 一年多了 所以现在六加六已经快要尾声了 很快要回来了 对 所以赶快趁她还没有回来之前 邀请她来做分享会 好不好 所以我们今天掌声鼓励 欢迎我们的Joy 好交给你啦 好 谢谢大家来听 好 那这个是就是我这次会讲 因为我有读 ILSC一个月 就是语言学校一个月 然后这家六加六 等一下会讲什么 就是Customer Service的课程 所以我今天会以这个为主题讲 然后还有分享我在这边的跟homestay一些互动 好 那我之前是护理师 就是在台北工作五年 对 然后7月多就是2021 现在2023嘛 所以2021年的时候就是规划 2020年的时候就是规划 要2021年要来 然后这个疫情就爆发了 然后就继续在冰床工作 因为就是那时候很炸 然后我在隔离病房 所以就走不了 这样子 然后就帮忙 然后到2020年3月就是 加拿大疫情缓解比较多 然后台湾也好很多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就再来 然后就像Juyang刚才讲的 投席半了 就是我那时候 我知道我是一个很容易后悔 也不是后悔 我很容易觉得麻烦就算了 所以我就是先学费先缴了 然后那时候疫情出 就是爆出来说 那时候也有害怕说 万一不能延后或什么煮饭 这样 但是就是有证 就是你有震惊的理由 他们其实就是学校也都可以接受 然后Juyang也帮忙联络 所以就是延了一年多 然后才来这边这样子 那我自己喜欢美食跟烹饪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看到HOME STAGE 就是可以煮饭 他们说厨房可以使用 听不到声音 哦好可以了 就是厨房可以使用的时候 还蛮开心的 然后又这边多伦多 我也是很像台湾 是东南亚地区很多新住民 然后杜伦多这边是全世界 就是美洲也有 然后欧洲 然后亚洲也有很多 就是文化整个是混合在一起的 这样子 所以就可以吃到各个美食 所以我会很爱 然后我喜欢深度旅游 就是我不太喜欢说 可能去日本三天两夜 然后就回来 然后就觉得好空虚哦 然后还要上班 这样 对啊 我就比较喜欢待一个月 或者是像这次待一年多 然后就是可以去一些当地人 才会去的可能市集啊 或者是就是享受这边的细分 生活的氛围这样子 那我这次是读ILSC的语言学校一个月 然后我其实因为我们在考那个 Gradestone College 就是入学的时候 还有一个能力测验 然后英文能力 我是OK的 就是压底线过 然后但是因为我还是会怕 所以我就是先读了一个月的语言学校 想说试一下水温 练一下英文 然后好一点的再去读Gradestone 这样子 那Gradestone的顾客服务6加6的话呢 第一个6就是读书6个月 然后第二个6就是实习6个月 就等于是找工作 那我后面也会分享怎么找工作 这样子 所以6加6就是6个月加6个月的文凭课程 然后你毕业了 他就会有一个Customer Service的 就是一个文凭这样子 然后我预计8月就会回台湾了 所以就是回去前赶快来分享 那首先我要介绍就是 为什么会跨领英选的顾客服务 然后语言学校跟co-op课程 我会以IOSC跟Gradestone College去比较 因为其他有比较陌生 所以会以这两间来比较 然后陌生的语言跟环境下如何找工作 还有实习工作内容的分享 然后融入技术家庭 还有体验当地的文化 最后有一点时间给大家Q&A这样子 那我会选择顾客服务课程的原因是因为 我一开始有想护理 就是来这边就不要间断 就读护理 但是那个英文门槛太高了 就是我本身英文很破 就是以前会很容易考不及格的那种 对那顾客服务相对护理的课程 那个门槛比较低 然后我记得以学校的考试来说 我学校大概顾客服务是三或四分 可是如果要护理要七到八分 就几乎是那个double的程度了 所以我就觉得那就先选顾客服务 比较保险 对不要给自己太难的事情做 然后第二个是可以学习贴近生活的知识 因为顾客服务讲白一点就是服务业 所以像是超商啊餐厅啊 或者是那个饭店啊那些都算是 所以可以学到说在这边生活 你除了你服务别人 你也可以学到说客人会讲什么 那当你当一个客人的时候 你就可以知道说我要怎么点餐 我要怎么讲 我要怎么去跟人家互动 然后服务业工作入门相对容易 就是因为我们在台湾 其实都还蛮以和为贵 然后也会有服务的精神 所以来这边之后 你就是如何到招待客人 你就是如何去当一个就是waiter 当一个那个服务生这样子 对所以相较之下比较熟悉 那第一线面对客户 可以增加英文的练习机会 因为像我读的顾客服务课程 他学校实习的时候 他就有规定说你是要第一线去跟就是 就是对方服务客人的工作 就是像是很多非常广 你只要像是餐厅的点餐的人员 或者是结账的人 或者是说饭店的前台 就是任何只要是可以第一线面对客人的都可以 那除非像是厨房那种洗碗 你不会去跟客人讲话那种就不行 对它会有一些规定 那当我们在第一线面对客人的时候 你就要被逼着讲话 你不可能就是都不讲话用笔手画脚 对所以就是可以练习到那个 多增加一些练习的机会 那语言学校跟coop课程的比较呢 首先语言学校他没有入学门槛 他也会考试 可是他是用英文能力分班 就是比如说我说三分好了 如果像那个我们就是之前读iOSC的话 他是有分ABC一些不同的等级 那如果我读到第一级的时候 他下个月会再一次考核 那你如果有升等 你就可以再去下一级 那如果没有你就是留级继续读 可是读的内容 不会跟上个月的课程一样 他就等于是一直都有新的东西 那还不错 因为你就可以一直学到不同的东西 然后也是很实用的 然后如果是coop课程的话 就是有入学们看 就是像我说的顾客服务的话 就是他有他的分码 你要考得到 然后你才能进去读 所以你如果考不到 你就得先去语言学校 然后语言学校当然就是着重于英文的基础 他就会文法 然后或者是单字 或者是你的口说 或者是书写 听说读写 就是他会去加强 那coop课程 他就是着重于专业知识 他一去老师不会跟你说 你这里文法写错了 你这边怎么样 他会告诉你说服务业是什么 服务业怎么去服务别人 所以方向就不同 但我觉得我们还蛮幸运的是 我之前那个 在Graystone Coop课程学校的老师 他在那个语言学校教过学 所以他在上课的时候 他会 他有问过我们说 如果我们有没有意愿说 把一个部分就是说 他会放大家常讲错的话 然后他就会整理起来 可能试题 然后让大家讨论说 这个文法哪里有问题 哪里需要改 就等于是也是有一点 是语言学校的部分 但是那个是因为 我们老师有呆过语言学校 对 他有在那边教过书 那语言学校读书期间不可以打工 所以你如果读书六个月 你就是一直花钱 花六个月 那coop课程是读书期间可以打工 所以除了你实习的那个时间 你可以工作之外 你读书的时候也可以工作 那相较之下 你就可以赚一些生活费 那语言学校课程 时速灵活度大 然后这个我是指说 嗯 因为他们也是以几节课 所以你可以去 就是选说我要上三节 或者是我只要上两节 那缴费当然也不一样 然后你也可以选说上午课下午课 那个灵活度比较多可以选择 那coop课程就比较像是我们以前在学校 他就是说 可能9点到10点就是一节课 然后几点下课几点上课 那就是一个固定的一个course 你不能说 你可以选说你要上午班或下午班 但是你不可以选说我只要三节课 我不要四节课这样 它就是一个固定的 那语言学校作业比较少 我们之前以我的经验的话 我是几乎没有作业 就是顶多就是课本两页这样子 然后写一些单字写一些文法练习 可是如果课程的话 我们会每个月一个course 然后每个月会有一份资本的报告 就是可能A4大概打一页这样 然后两个分组的报告 就是要上台跟大家讲的分组报告 所以相较之下是多很多 那语言学校课后活动多 因为他们我等一下也会分享那些课后活动 然后学校也会有跟一些代办 旅游的代办合作 然后老师也会带你出去玩 所以它相较之下 每天几乎每天都可以有不同的活动 对然后co-op课程 课后活动就比较少 就是特定节日像圣诞节万圣节 清节父亲节那些他们会有学校的活动 其他时间的话就是不太会像语言学校说每天下课都有事情可以做这样 那这个是IRSC的介绍影片 网路上也有 就这边先放给大家看 这边是三楼 就一进去大厅 然后就是有教职员 有什么问题就可以直接问 然后他教室的话是小班 大概15到20个人不一定 有些教室比较大 就人就会多一点 然后还有波炉 有电脑 衣水机 贩卖机 贩卖机要钱 其他都是免费 然后柜台这个就是可以去报名的 报名活动 然后他每个月都会有不一样的活动 像是10月就会有宽盛节的活动 这个是之前跟着老师出去玩 不同的地方 就是证书 然后就是文凭 语言学校 也不是文凭 它是证书 如果是读 课程 就会有文凭 课程 就会有文凭 语言学校 它就是给你的证书而已 然后这个就是我说的 他有每个月 他在那个Instagram 他有call 然后他每个月都会有不同的活动 那有些要钱 像这个 有些是要钱的 有些是免费的 免费的话 像这个 就是Consington Market University of Toronto 然后他就是很多地方 老师会带你去走 那老师也会稍微跟你介绍说 这边是什么东西 但是我当初就是英文程度还没那么好 所以跟着去的时候 老师讲什么 听不懂 但是就是有人可以带 那这个是Torrento Island 那时候我们还是办解隔 就是很多人还是会带着口罩 去户外 或者是拍照拿掉一下而已 然后也可以认识不同班的同学 这个是我们老师 带我去的老师 我觉得他很可爱 是拍起来的 然后这两位都是不同班的同学 就是我们去那个活动的时候认识的 然后这个是Grayson College 看一下 就是一进去的大厅 就是有一个柜台 然后长上贴的都是活动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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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边也是有电脑 如果没带笔电的 你就可以来这边做报告 微波炉啊 音水机 冰箱 然后 然后 布告栏也会贴一些资讯 活动的啊 然后或者是一些求职的也都会有 然后我觉得学校也不错 是他办理 会办一次就业补兰会 好 这边就暂停 学姐怎么说 你们有兴趣可以上网看 这个网路上youtube也有 朱迪安的那个网站上 然后像我说的报告很多 所以就是 这是一开始 就是我都要拿着那个小卡 也不是小卡 A4大折一半 上面写密密码吧 因为我都不会讲 就是要练习 然后都是看着稿讲的 然后看着稿讲 讲到后来就是可以 我没有拍到 但是那个稿子在这边 对 就是可以放着 然后稍微瞄一下而已 所以其实进步很多 因为就会被逼着往前 然后这个是上课的样子 这个是我们那时候疫情还没有完全解封 所以他上课都要秀出一个green screen 就是你要点说有没有咳嗽有没有感冒啊 然后没有问题 然后秀给老师看 说我OK 然后才可以上课 这样 很可爱的 然后这个是之前在学校办的那个potluck party 就是大家一人带一份种类 一个小东西 或者是可以去买一包饼干 然后就带来 然后大家分享这样 然后这是我做的那个珍珠奶茶 然后也有同学做那个日本同学做玉子烧 然后还有一些小东西这样子 然后因为我们班有另一个跟我一起来的台湾同学 然后他也有买那个苹果西大 然后这是韩国的饼干 所以就可以share很多各个不同的国家的食物这样 那我先荧幕先停在这边我想分享一下就是我觉得 因为Graystone College 它我读的是Customer Service 那它也有其他的就是像Hospitality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不同领域的课程 然后他们就业博览会的时候 它就是各个种类的都可以求 就是都可以有求职的管道 不会说只有我们的或者是只有他们的 就是它是夹杂在一起的 所以你有很多选择 然后像Customer Service的课程号 我们有分六个月 所以就是六种一个月不同的一个不同主题 那六个月就六个课程 然后这一个月呢就是上到旅游 那旅游呢老师就是期末报告的老师就是说 一个人大概四个人一组 然后一组要做一份就是这个是旅游手册 就是你可以选择多人多当然是一方便 就是进市区的地方的旅游景点观光景点 然后去做介绍 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分了六组还七组 就可以去真的好像是被人家带团 这样带团出去玩 然后这就是其中一组做的 就是在一个酿酒厂 然后这是大家坐在路边休息 然后这是大家坐在路边休息 因为几乎都用走的 所以有点累 但是那时候天气很好 所以不会很热 然后就像这样 就是同学在讲 大家就围着听 那这是我们老师 然后住民景点 就是CN Tower 然后这个是那个Union Station 就是像大车站 一个总站 就是大家到财店 然后这个也是一个地标 就是大家会被带来 然后就可以开始讲解说 这些故事被警历史 或者是地点 那就像我说的 它是一个月的课程 所以每个月都是一个开始 一个结束 就是都会有新生 那当然也会有毕业 然后你就是上完六个月 就是一到六 但是你如果是从二财家进来 那你就是绕一圈 回来一结束 这样子 所以就是一年等于是十二个月 所以你六个月的课程 就是轮两次 然后不管你从哪里进来 你都可以上到全部 就还蛮酷的 那就是每个月都有新生 所以都可以认识新的人 然后这个是我们毕业的时候 然后这个是我们毕业的时候 大家一起拍照 很多同学 就是同学都来自世界各地 日本的 韩国的 然后哥伦比亚 巴西 然后还有墨西哥 就是各国的都有 那在陌生的语言跟环境下 如何找工作呢 就是第一个当然就是求知望 那台湾的话也有 通常会跟中国的mix在一起 就是都是讲中文的 中文也有中文的求知望 日文也有日文的求知望 那如果都以英文的来说的话 有Indeed 然后LinkedIn 然后EdgeCareer Coreal Job 就是都有不同的 那我自己是有用过LinkedIn 对 那你在学校的时候 你也可以跟同学 share 就是大家也会互相问 说你怎么找到工作 你用什么App 或者是你用什么网站 对 然后再来是学校的官网 有求知布告栏 这个好像 这个不是每个学校都有 对 然后我觉得我们就是Graystone 不错的就是这个 还有就业博览会 它就是有一个布告栏 它就是有一个布告栏 然后它也是 因为它有不同科 所以它就会所有科 都会列出来 不同的工作 那你就可以去看你的科 像是它可能会有一些咖啡厅 他在找server 他在找结账人员 他在找什么 他会列出来 然后你就可以去投你的日币 那就业博览会的话 是办你一次 就是你像我们那时候 刚好是我的第六个月 就遇到就业博览会 也没关系 你也可以当作是练习 就是讲英文 然后去投履历看看 反正之后 你也可以再去其他方向 像是网站 或者是去店家投履历 这样子 也不用 不一定要在就业博览会 那就算你毕业了 你还是可以回来 就业博览会 去参业博览会 去参业 然后去找工作 然后再来是前往店家投履历 我最后是用就是这个 比较多 因为我怕冬天交通不方便 所以我是从我们家 就开始往旁边的大马路走 然后就是看到不错的店 就进去投 这个的好处就是 你可以现场看到店里的环境 然后也不会有说什么 可能连锁店分店 你被分到不同的店 你进去投这家 就是这家 那你跟老板 互动的时候 你也可以知道说 他应该就是 OK OK 谢谢 你可以走了 或者是说他有兴趣 那你也可以得到那个回馈 然后你 讲话讲不好 你也可以看得出他的脸色 对 一开始会很紧张 第一第二次的时候很紧张 然后头到最后就觉得 就好像就这样 就无感了 对 然后再来就是 与同学交流意见 跟互相举见 这个有一个小故事还蛮可爱 就是 我们之前有个日本同学 在 我后来是在 有一个日本同学 在那间 工作 后来他就是换工作了 换离他家近一点 然后介绍另一个 台湾同学进去 然后我们那个 台湾同学进去 工作一阵子之后 刚好我那时候在投履历 还没找到工作 然后他们那边缺了 所以他就举药我 他就跟老板说 有认识的 不错 然后就连面试都不用了 就是履历给他 然后就问说 什么时候可以来上班 所以我觉得在多伦多 人脉要够 有一部分也是就是 可以互相帮忙 互相举荐 然后这个是就业博览会的照片 这个Tim Holton就是这里很有名 像那个台湾City Cafe那么有名的 一个咖啡店 然后学校如果有活动 也还不错的就是 学校都会开放志工的名额 所以你就可以去当志工 你当志工你就会跟 不只是学生讲话 你还会跟一些公司企业的人 去对谈到 然后也可以增加自己的精力 然后再来是实习工作内容分享 我待的那个咖啡厅 它是比较是复合式的咖啡 就是它除了咖啡厅 然后单纯咖啡 甜点它还有食物 然后它做的是韩式的食物这样子 对所以我一开始呢 我们是在厨房 这个是我 就是在厨房学一些怎么弄餐 因为比较简单 然后就是先计会 什么做餐了之后呢 再去学做咖啡 然后还有去站柜台 就是客人来电餐 那我觉得最难的是客人来点餐最难 因为很多 就是像我说这边是文化大楼 所以很多口音 就是印度的口音 然后很黑人的口音 然后还有日韩的口音 然后就是亚洲各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口音 然后墨西哥也有墨西哥的口音 所以一开始会不太清楚 但是我觉得这边的顾客人都很好 就是你如果不清楚 你跟他说 Sorry could you say that again 他们都会很耐心的火 就是他们基本上顾客的名字都还蛮好的 那也看地区 就是像我在这个咖啡厅 他的性质就是比较小店 然后价钱便宜 所以他来的大部分都是熟客 都是当地人 然后都很熟悉 他们比你还熟悉菜单 他们会直接指着那个饼干就说 他们不会说我要这个饼干 请问这是什么口味 他们会直接说 我要那个巧克力脆片饼干 然后你就会想说是哪一个 这样对 然后他们还会跟你说 就是前面这一个这样 就是他们都还蛮有耐心的 然后互动上都很好 然后当然除了点餐那些 当然插桌子那种清洁的东西都要做 因为就是小店 所以就是什么都要会 那也不错就是什么都学 然后这个是之前有一个客人 熟客他每天都会来 然后都点一杯冰咖啡 然后都抱一大树花 然后有一次我们就跟他聊 其实说他是喜欢花吗 还是他是从事这个行业 怎么会就是每天都有花 然后就开始聊聊聊 隔天他就送我们一人一盆花 就是超好的 然后他还教我们说 怎么去照顾他怎么弄这样子 然后就是朱丽安之前 来捧场就是办活动在这边 大家拍照 然后再来是技术家庭的部分 就是我想要先讲如何融入 因为我觉得选好的技术家庭 就是十一住行都还有人跟你合的 是一回事 但是你要努力也是另一回事 就是我觉得一半一半 就是要有运气 但是你自己也要够努力 当然第一点就是要遵守 技术家庭的规定 就是像他们如果有些人说 像以我的技术家庭为例 他们是 不好意思 他们住 他们有三层楼 就是地下室一楼二楼 那二楼就是他们的生活环境 就是小朋友跟大人的房间 那就是规定就是我不能上二楼 那当然这种规定 你就要遵守 你要尊重人家 那最好的就是 有些会有白纸黑字写下来 你就不会 你忘记 你就可以看 那如果没有规定的 没有特别讲的 你就要去问 那像是说 就是有没有规定几点洗澡 会不会晚上太晚会吵到人家 或者是洗衣服 时间有没有规定 有没有门禁 那如果我是临时跟同学 那如果不确定 那如果不确定 反正就问就对了 就是至少不要说 做了 然后发现人家觉得不OK 那事实的告知行程 我觉得是尊重 就是 像说 他们要准备我的三餐 我的技术家庭 是含三餐 那我如果不回家吃晚餐 我如果今天确定 明天不会回来吃晚餐 我就会今天先讲 那如果我是临时跟同学 认识说 等一下晚上出去吃饭 那我就会确定约好之后 就先跟 先传个简讯 跟哄爸哄妈解 因为这样 他们就不用准备我晚餐 对 然后或者是会晚到家 有时候去酒吧 或者去哪里玩 会晚到家 可能十一十二点 我也是确定时间 我就说 我可能大概十二点回家 他们也都OK 对 因为我们家没有门禁 所以没这个问题 那如果说 不确定什么时候 会回到家 就至少说 我会晚回家 让人家知道说 你不是就消失了 这样 那融入他们 而不是让他们配合你 因为毕竟他们 是在这边生活的人 你是访客 然后他们也有他们的工作 那 他们要去照顾你 是因为他们是技术家庭 多少照顾你 是OK的 但是你如果 能融入他们 让他们不只是 不是单方面 好像照顾 多一个小孩的那种辛苦的话 会让他们比较轻松 那他们轻松 他们有时间 你也会比较多时间 跟他们互动 就是我自己的经验 然后 注意生活中的小细节 就是 我会 像我以前 我在台湾 我在家我会做家事 那我来这边 我会觉得说 技术家庭是我家 那我在家该做什么 我在这边就该做什么 就是 我能做的我就多做 反正 就是讲白一点 我最闲 因为我就只要读书而已 打工的话也是 我只要打工而已 可是他们是 就是 要雇小孩 小孩送去上学了 之后他们要去工作 工作下班 因为 就是再把小孩接回家 等于是忙24小时 所以我最闲 我就会觉得说 那我可以多做一点 像是可能 你会说 你如果想说 你多做一点 也会感谢你 因为 你会说 我都付钱了 不合你 就是 你如果这样想 你就会更计较 但是 你如果想说 你多做一点 然后他们 也会感谢你 因为 因为他们也会 减轻他们的负担 然后当他们减轻 负担 他们有多的时间之后 他们也有多的时间 可以照顾你 或者是跟你分享 一些 这边生活上的习惯 就是可以多一些 互动的时间 主动参与生活小事 哪怕只是购物 因为我自己是以购物为例 是因为我喜欢煮饭 所以我也很喜欢逛卖场 然后 这边的卖场有很多种 就像台湾有全联 有大润发 有家乐福 有各种不同的店 这里也有 那我也会觉得说 那这些店是都跟 就是市区的长一样吗 还是郊区的 因为他们会开车去 还是郊区的会长不一样 然后所以像之前 后妈要去Costco 然后我就会问说 我可不可以一起去 那后妈的脸就是 Costco有什么好一起去 就是有什么好看的 那是因为他们看习惯 但对我来说就是很新奇 那这边的Costco 跟台湾的长一样吗 所以他就会去 然后去问一次两次 久了之后 他之后就会问你说 我们礼拜六要去 那个农夫市井 你要不要一起去 这样 就变成别人也会问你 因为他知道你有兴趣 就会多很多互动的机会 然后美食外交 是因为我也喜欢煮 我也喜欢吃 然后我烘巴也喜欢煮 他也喜欢吃 所以我就会 就是煮一些台湾的料理 然后给他们吃 我先打岔一下 我稍微介绍一下 我轰家 就是轰霸鸿妈 然后还有一只狗 就是这个 可爱的小狗 Scotch 然后还有两个小孩 就是一个四五岁 然后一个七岁 这样子 所以就是小朋友 还很吵闹的年纪 这样 对 那他们的话 他们会习惯 先给小朋友吃完晚餐 送他们去床上睡觉 在煮大人的食物 所以 就是有时候我会说 我可以煮 然后我就煮台湾的食物 然后我就大家一起吃 这样 有时候小朋友会一起吃 小朋友反应就很直接 就是 你就看得出他们喜不喜欢 他们也会说 好我已经用这什么东西 这样子 然后明明就很好吃的 这样 反正小孩子就是 听听就好 然后烘巴烘巴 他们也会分享 对 这个就是 葱油饼 自己做葱油饼 然后还有 就是虾仁 然后炒坏的菜 这样子 就是一些小东西 然后萝卜 丸子汤 还有醉鸡 然后这个是什么 瓜子鸡 然后还有草青菜这样 就是一些小东西 草面疙瘩 然后萝卜 丸子汤 还有醉鸡 然后 烘姜 因为他们也很常 吃各国的食物 所以他们 就是 都会有反应 然后会回馈 然后 像我有一次煮 全排骨汤 他们就是 很客气的说 哇 好特别哦 就这样 没有了 再也没说什么 我就知道说 好 OK 太不一样了 我之后就没有煮了 但是当 就是像醉鸡 然后花子肉 他们就很喜欢 他们就会说 哦这个很好吃 怎样怎样 就是讲很多 对 就也蛮有成就感 那体验当地文化的话 因为 我重点会比较放在 就是我跟 HOME STAY家庭 体验一些 比较大的节日 然后 在这边 其实你也可以跟同学 自己出去 就是国庆日 或什么也会有烟火 也会有游行 那种我就不特别分享 就是分享 以HOME STAY为主 的这样子 然后 因为我HOME MAH是 甜点师 她之前有空的时候 她就会做一些甜点 然后有人会跟她订 这样 然后这个是去年 复活节的时候 他们这边有廉价 然后她就做肉鬼卷 我觉得很酷 可以拍个影片 她做超多的 因为看她做很疗密 不过她也只有做过这一次 因为太忙了 平常上班下班没空 所以就是很少会有机会 可以吃她做的东西 然后她们那时候就是 做一整天 第一天先做完 然后 复活节那一天 就是早上一大早 再拿进去烤鲁里烤 然后烤了之后 来定的人就来拿 这样子 然后 OK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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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 这一家 那就是我轟霸 那就是我们前一天晚上就是把这些蛋就是到处放 然后小朋友会真的以为有那个复活节的兔子这样子然后来放蛋这样子然后一大早的时候隔天早上一大早小朋友就起来然后大人还要说不准下来等一下就是要等他们相机准备好了之后小朋友再下来找 因为他们会很疯狂 然后就是这是兔子给的礼物所以就是一栏一栏的 然后这是小朋友可爱的时候那个尖叫吵闹的时候就不分享了这个是最可爱的时候 那他们还蛮贴心的就是连我的礼物都准备超感动然后狗鬼也有礼物 有些人不会烹饪我加分说喜欢烹饪很吃香像我都不会烹饪惨 我跟你说有些人像我有一个朋友是来这里之后才开始学不止一个啦然后学了之后才发现他还蛮喜欢煮饭的 就是真的在台湾太方便了所以有时候自己组还反而比较麻烦然后来这边是真的自己组比较方便 所以就会开启心境了有些东西有些东西是来了就会了 然后就会开始到处找彩蛋这样子然后就会开始到处找彩蛋这样子 但是就是都是放很明显的地方因为毕竟小朋友给他们找了 然后他们会放一些蛋在那个鞋子里面 所以过了几天穿鞋子的时候有时候还会不小心看到有蛋 因为小朋友没找到 好我们就先到这边 他找蛋他们找很久 他们找了超级久 那学校的话就是他们这边常常会有一个度假小屋 因为他们市区就是很拥挤 然后到郊区就是靠湖边的地方就会很多会有那种小木屋 然后会度假的时候用的 然后这个学校是我后妈的安口的房子 然后他们就是只要连假他们就会去 然后我有一次就是鼓起勇气问 因为就是也是很不敢问 然后觉得自己英文很破 很不敢讲 然后在脑袋想个大概十遍 然后才敢讲 然后就问说我可不可以一起去 如果可以的话 然后第一次没有成功 就是第一次没有去城 不是没有成功 有问完 然后因为我后妈就说 因为他还有其他的朋友会去 就是他们亲戚会去 那就变成那边小小的位置会不够 所以我那一次就不能去 但是后来他就有再问我说 我们什么时候要去你要不要一起去 所以就很贴心 就是你敢问 就是其实也没有什么成功失败 就是经验这样子 然后这是他们的小屋在这里 超级美的 然后后妈还升营火 问他说为什么要升营火 我以为是以前就是每次来都会升营火 如果他说没有就是这一次就是好玩这样子 然后就在湖边 所以那个景色很漂亮 然后有吊床有那个SUP可以玩 是很难得的经验 然后加拿大感恩节也是他们的大节 可是他们的感恩节是在十月的第二个星期一 然后跟美国不一样 美国是在十一月多 对啊你们可以自己去 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查 为什么不一样 所以让我就介绍一下加拿大感恩节 然后感恩节也是去college 然后因为秋天是加拿大枫叶很有名 所以他们就直接剪一些地上的枫叶 就摆在餐桌上 然后就很美 对就是真的很自然的环境 然后感恩节就是吃烤火鸡 可是因为没有火鸡 他们就直接买那个鸡 火鸡太大只了吃不完 然后一些菜这样子 这是哼爸煮的 然后这个是哼妈做的苹果牌 然后感恩节有个小故事还蛮酷的 就是因为我说美国是十一月底 然后加拿大是十月 算是十月初的时候 十月中旬的时候 然后感恩节会吃火鸡 圣诞节他们也会吃火鸡 所以他们有时候 有些不同一家庭的地 有些家庭像我们老师就说 他们会感恩节吃完火鸡 然后好不容易火鸡快吃完了 已经清盛菜 像我们过年清盛菜这样 清完了之后圣诞节又到了 然后再吃一次火鸡 所以他们也会吃你 然后他们就干脆就是 好啦感恩节吃火鸡 他圣诞节就吃别的 或者是感恩节吃别的 圣诞节在吃火鸡这样子 我没查 对我来说都是新的东西 所以吃什么都很好 然后万圣节的话也是大节日 可是他们不是 国定假日 像复活节感恩节 然后圣诞节 都是国定假日 可是万圣节不是国定假日 所以万圣节 十月三十一的时候 他们是去上班 然后回家 然后再弄那些万圣节的东西 如果刚好那天不是假日的话 就是上班完回家 再弄万圣节的东西 然后再出去 就是trick-o-trick 然后这个是提前 就是十月三十一万圣节 他们大概十月初的时候 就会开始各种万圣节的东西 开始卖了 然后这个是一个郊区的农场 就是卖南瓜 这一堆南瓜 那个南瓜超大 就是这么大 小孩这么高而已 就是有各种白色的 黄色的 然后橘色的 然后橘色的南瓜 你就是可以自己挑 那那个南瓜是不能吃的 那个南瓜是我们吃 那个南瓜籽的那个南瓜 就是我们吃的那种南瓜籽 然后它是大南瓜 然后籽可以吃肉 其他都不能吃 所以他们做完这个 就是南瓜灯笼之后 就会放着 然后放到一段时间 没有过节气氛 然后就会丢掉了 所以也蛮浪费的 那他就是会先切一个开口 然后再把里面的籽挖掉 然后挖掉之后 就是可以描 就是把图案描上去之后 再开始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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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 切一圈这样子 然后切好之后就先放着 然后纸的话 就是把它分干净 纸肉分离 然后拿去烤 就变成是可以吃的南瓜籽 然后切好了之后呢 这个是白天的样子 然后等到当天 就是万圣节当天晚上 天黑之后 然后他们就会 把它蜡烛放进去 可以看到这个蜡烛放在这里 然后盖子盖起来这样 然后很可惜的是 这是我做的 就是 我没有特别用那个图案去描 我就随便磕 然后结果 因为它很小刻 然后那个 就是空气流通不够 所以它就直接洗掉了 所以就 也不能打开盖子 因为那天下雨 所以就让它洗吧 就这样 就是经验的 然后Trick or Treat的话 就是小孩子会装扮 大人也会稍微简单装扮 就去Trick or Treat 这个是因为我影片 没有特别整理出来 所以我就直接用那个IG的 精选动态 那有些家庭就是 固制的超多东西 我们的婚家就是放南瓜 然后也会有很多充气的 就是一些娃娃 然后有可爱的有恐怖的 很酷 走在路上就是你只要是走进住宅区 住宅区就会有各种装饰 然后万圣节当天晚上 大概六点到九点的时候 吃完晚餐大家就开始走出去 然后小朋友就去要Trick or Treat 很酷就是他们就让小孩 就直接自己去问 也算是一个就是学习跟人家互动的机会 而且我一开始会觉得说 你怎么知道哪间可以要 然后可是你这样看过去街上就知道 就像这种暗的 就是没开灯的 大概就是没有机会 你也可以去敲门看看 但是你这样看过去街上就知道 就会找这种有布置的 然后就可以去敲门 然后或者是甚至他们有些人 就吃饱饭 就是直接坐在门口 然后拿着一篮糖过 就等你来 这个很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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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比较喜欢小的 因为他手很慢 大的已经跑到这边了 我拍不到 好刚刚音乐是我配的 我IG配的 可是这个音乐是他自己 电 不是电影 家里自己放的 就是这样 大家都非常有过节气氛 然后这是小朋友要回来的堂住 然后像 因为宏家他们要出去 就是trick or trip 他们就是也是一样的篮子 然后就直接一篮放在门口 然后就是大家就可以自己拿 也有这种就是 家里没人那就放糖过在那边 然后圣诞节 我觉得还蛮酷的是这个 我觉得最特别的东西就是 它是一个故事书 它就叫做 The Elf on the Shelf 然后它是一本绘本 那里面的故事内容就是说 有一个小精灵 不止一个 有很多小精灵在帮圣诞老人工作 那圣诞节是12月25日 12月1号开始 小精灵就会开始到各个家里 然后去看小朋友 有没有乖乖做事 他会装成这个玩偶的样子 所以你看到他的时候 你会以为他是玩偶 可是你不能碰他 你如果碰他呢 他就会回去 那个 北极圣诞老人那边 就再也不回来了 对 所以你就是 你看得到他 然后你也可以去找说 因为他那个小精灵 有点调皮 你每天早上可以去找 小精灵躲在哪里了 那你不能碰他 但是你可以跟他讲话 然后他会看你的一举一动 有没有乖乖去睡觉 就是那首歌 You better watch You better not cry 然后他会回报给圣诞老人 然后圣诞节当天呢 他就会不见了 他就是回到北极工作 圣诞老人就会送你 这样 然后这本绘本呢 就是小朋友就会相信这个故事是真的 对 然后这本绘本 那时候也会有 就是一个玩偶一起送 就是这是一个set 然后你买了就可以有玩偶这样 然后有一次我们甚至在店家 就看到这个玩偶 然后轰妈就说 挡起来挡起来 不会让小朋友看到 那个是就是拿这里买这样子 因为他们相信那个小精灵是真的 然后12月1号开始 就是轰家就要每天晚上 小朋友去睡觉之后 他就要开始复制 把小精灵放到别的地方 然后让小朋友隔天早上起来找这样子 然后小精灵你也可以自己去 就是一家的一个小精灵 可以取一个名字 所以他们叫做旧 然后就是吃披萨的 然后喝cafcino的 然后在那个机器上玩的 然后躲在那个靴子里 还有感冒 因为那时候小朋友感冒 然后卡在圣山树上的 还有用气球飞起来的 然后在读报纸 然后这个是因为小朋友 不乖乖吃午餐 所以就把他的餐盒拿来吃 然后这个是炼制 因为那时候老大也是在练习 背单字写字 这样子 所以小精灵 就是也在写字 就是他们会用一些 跟小朋友有相关的东西 或者是小朋友的东西 然后就拿来用 很酷 然后就 我只有放一点 它就是24天 24个不同的位置 而且他们还要想说 不行这个去年放过了 然后要再想一个新的位置 然后这个是外面 就是像万圣节一样 他们圣诞节 会有很多 就是充气的一些 就是玩偶 熊 气依 然后圣诞老人 那些的 学人也有 然后这边天气蛮变化蛮大的 就是圣诞节 去年的圣诞节很美 就是下雪 那有时候圣诞节 我们老师说 有时候是穿短袖 有时候是穿棉袄 有时候是穿棉袄 就是看运气 然后刚好遇到 那个白色圣诞节 就是下雪 就很美 然后这是宏家的 就是很简单 就花圈一盆 就是造景这样子 然后家里面的 就是会放一些星星 然后一些小东西 然后那个人在这边 小精灵在这里 然后还有一些圣诞树 对 然后这个圣诞树 他们也很酷 就是他们是去搬真的圣诞树 他们会超商也有 可是超商的通常会比较小 然后比较不新鲜 就是摆比较久 然后这个圣诞树 就是他们会去看那个根 就是叶子 就是比较新鲜的叶子 当然就比较强壮 有些叶子很 就是已经砍下很久了 它就很容易枯掉 很容易掉下来 所以他们会去看新鲜的 因为可以放比较久 然后也是圣诞节 12月25 可是他们可能大概12月初 就会先去买圣诞树 然后它有各种不同的树 就是你可以去看 然后买了之后 就把它塞进车子里 一路塞到最前面 就是很长 比我还高 我160 然后它这边有一个盆子 就是可以装水 让那个树 就像茶花 这家茶花会放水 这样子 让它可以活久一点点 然后这个固定底座 然后就放着就可以立起来 这样 然后它比门还高 所以要斜着进去家里 但是不会到天花板 快到了 天花板在这边 然后这边就是大概到这里 然后他们也会去看那个长度 就是它也有更大的 它就是看你家的大小 然后你去挑那个 就是树的大小 这样子 然后这个是布之后 然后它的树叶就是 增状的叶子 所以它 你直接这样挂上来 它东西不会掉下去 就是它还蛮耐重的 就是全部挂蛮都没问题 然后有塑胶的 有玻璃的 都可以挂 然后他们 圣诞节 就是 大概从12月15号吧 开始圣诞节 那个月之后 就是你可以听一整个月的圣诞节音乐 他们就会放这个 然后全部都是圣诞节歌 然后他们也有歌单 就是可能Apple的Music 然后就直接播一个歌单 圣诞节的歌 这样 然后晚上点灯就很漂亮 就坐在客厅看 漂亮 然后这个是礼物准备好之后 他们就会也真的会放在底下 然后还有比较特别的是热红酒 然后还有比较特别的是热红酒 就是因为我烘吧是德国人 所以他就会煮热红酒 然后淡奶酒是 我不知道其他国家 就是会过圣诞节的国家是怎么样 但是这个还蛮特别 就是圣诞节限定 然后之前在咖啡厅打工的时候 也会有淡奶酒咖啡 那它叫做Eggnut 然后这一个就是它的成分就是蛋 然后还有什么 我有点忘记了 它里面有加蛋黄 所以它会这样黄黄的 然后可是它本身没有酒精 对就是一个饮品 算是牛奶的饮制品这样子 然后你可以把它加一些那个酒 然后就把它变成调酒 它也调酒的名称也会叫做Eggnut 就很酷 圣诞节限定 然后蒋饼屋 这个是小朋友做的 我没有做 我回家的时候他们就做好了 就很可爱 然后这个是圣诞节的晚餐 就是也是把小朋友丢回去床上睡觉之后 然后我们再吃晚餐这样子 有朋友会来 然后圣诞节就跟我们除夕 我们过年一样 所以有些人会过平安夜 就是我们除夕 有些人会过大年初一 就是他们就是 会依照大家的时间 就是去过 没有特别说 你一定要圣诞节吃晚餐 或者是你一定要24号吃晚餐 就是他们比较free 看家庭啊 有些家庭会比较自私 但是我们宫家蛮free的 然后你可能有注意到这一盘 很可爱 放大给你们看 他是给圣诞老人跟鲁道夫的 然后连盘子都说milk force center 他就是饼干跟红萝卜 然后小朋友去睡觉之后呢 红吧就会把他吃一吃 红吧吃的 吃一吃之后再写一张卡片说 就是给小朋友 就说谢谢你们的饼干 然后就是怎么样怎么样 这样子写给他们 然后他们就真的相信有圣诞老人 就是父母很伟大 然后这个也是 就是放那个袜子 那个袜子很大 大概两个脸吧 很大 然后放了袜子在这边 晚上先放着 然后也是等小朋友去睡觉之后 他们就会塞糖果塞礼物这样子 然后这是圣诞节 当天早上 就是他们会放这种暖炉的图片 然后就是拆礼物这样 然后他们很酷的是 你看那个睡衣 就是都是圣诞节限定的睡衣 他们到圣诞节 他们就这个月就会穿这个睡衣 好就这样 感谢大家 有没有什么问题 哇非常感谢Joy的非常精彩的分享 看完之后是不是觉得很想去住他的Homestay 哈哈哈 但是我Homestay要搬家了 搬到有点不方便的位置 对搬到Scarborough去了 对离市区有点远 对 其实运气很好 我刚好住在那里的朋友介绍我就是这个年轻的夫妻 当时他们还没有生小孩 说他们买了一个新房子 想要地下室如果有多的房间 可以做Homestay 所以真的是只有跟我们合作的Homestay 所以我觉得Joy这一趟游学啊 很精彩耶 嗯 好多庆典哦 我看了好羡慕哦 就是很特别 体验到很多不同的东西 对啊 我觉得你回台湾之后 对这些生活一定非常的想念 嗯 厉害啊 厉害啊 哈哈哈 对 但大家 因为我觉得Joy也是生活非常努力的人啊 所以他讲了很多点很好嘛 对不对 你是家里最有时间的人 对 如果有机会就帮帮忙 嗯 做点家事啊 然后人要交流互动 嗯 不要觉得我就是父亲就是大爷 嗯 早餐晚餐都帮你准备好 哦 所以我觉得你住的开心愉快 Homestay 有你在他们应该也很开心愉快 嗯 我Homestay有说第一次遇到这么 就是 天使级的 哈哈哈 因为他说很多学生都会 就是之前收的人 也都是很好 就是也是台湾人 然后也是很尊重 就是respectful 但是他们就会有点太害羞嘛 就是都不太爱讲话 然后下课就回房间 吃饭然后回房间 然后就反而没什么互动 就觉得蛮可惜的 对就是台湾人也怕被拒绝 对 所以如果问一次被拒绝 他就啊就开始小剧场 对我也会啦 但是就觉得又不出来了 你就问嘛 至少你问了 有练习过就好了 对啊对啊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 人都是互相的啦 慢慢才会心意相通 有些人都以为住进去之后 嗯不用讲大家都懂 对没有 误会就很多造成 对啊 所以我觉得你这一趟真的体验到 所有的加拿大重要的节庆耶 嗯 哦 好棒哦 看完这些照片 有没有很想马上过去 哈哈哈 还有很多没分享 然后塞不完 对啊 我就就前面讲学校 我觉得已经很精彩了 然后后面哇 嗯 然后我自己也有交流啊 就是我会煮 就那时候过年 我也有那个煮过年的餐给他们吃 就他们也第一次过那个 他们也体验一下我们台湾的文化 对对对 嗯 有机会他们也也会来台湾玩嘛 对不对 你就可以招呼他们了 我们也是 台湾外交小尖兵来着 对 美食外交 美食外交呢 嗯 好啊 那我们现在开放Q&A时间 好吧 嗯 有问题的话可以在留言板里面打讯息 或者是你也可以开放你的画面 跟静音也可以取消 嗯 欢迎来聊天 好不好 我先讲一个 加分说 想问 包含 就是生活费一年大概多少 call call 我之前有整理出来 但是我有点忘记了 好 我大概回答一下 然后你可以补充 好吧 就是很多想出去的人都会问到费用的问题 那学费来讲 六加六的学校就是六个月读书 六个月工作实习 那后面实习的部分是你自己找工作 学校要辅导啦 但学校不会给你工作 很多人会迷思 学校会送我工作 嗯 所以你自己要认真找 那每个人找的工作薪水不一定 所以我们后面六个月不讲 前面六个月的学费 可能要花加币 呃一万块上下啦 有的学校便宜一点有六千的 有贵一点的有一万二 哦 那一万块等于是二十三万台币 所以学费的话大概二十三万 然后六个月结束 哦 那二十四周嘛 那后面没有上课就不用学费 哦 那呃生活费就是homestate 现在真的房租跟食材都涨 所以现在什么都涨 所以以前homestate我真的觉得九百块平均值 现在真的是一千二了 一千二 那你也不能说有的学生吃的多吃的少 反正他就是一口价 那有些学生会煮饭 他觉得自己煮比较省的话 也可以自己出去租房子 那租房子以前哦 我刚去加拿大是2013年哦 我觉得平均学生我听到的大概是六七百块 单人房 不是套房是亚房 那现在大概都要到一千块 嗯 一个单人房 所以这样想想好像homestate比较划算 嗯 你外面吃他也不一定就是会留食物给你 他顶多可能就不就没有你的份 所以有时候吃homestate 会觉得不划算 可是你自己住自己煮真的会觉得更贵 嗯 嗯 但比较有自由啦 没有人管啦 homestate真的 那再来就是交通100 你交通费月票多少钱 128.15 128.15 好精准啊 因为我今天刚在学弟去买 对 所以呃 100块等于是2300台币 所以如果是128嘛 所以我觉得大概是3000块台币一个月月票吃到饱就对了� 然后呃生活开销 如果你跟同学去吃饭啊 去喝茶啦 去买纪念品啊 我觉得一个月一周抓100块 我觉得是正常的学生 可能多一点少一点 好那四周就等于是400块 所以台币来讲的话大概是1万多块吧 我们觉得抓1万到1万5 所以如果你六个月你就抓6万块生活费 好吧 那机票的话现在机票暑假超贵的 但如果避开忘记的话我觉得机票大概 转机的可以大概四五万啊 那如果直飞的话可能要呃 我觉得6万到7万左右 好吧 所以这个会有一个加总 所以如果想跟我们顾问咨询的话 我们会给你一张明信 那有没有什么花花费是你之前没想到 就去那边还要再买的啊 我还好耶 嗯 因为我很省 对很省 有些女生会忘记她的保养品 化妆品 我觉得你如果是习惯用日韩的你要自己戴 因为这边日韩离得远 所以一定比较贵 都有但是比较贵 然后 那我建议来这边再买 因为这边比较干 加拿大比较干 嗯 我觉得如果你是用欧美的 你可以干脆都不要买了 来这边都买得到 因为毕竟这边就没走 对对 然后有些人就觉得怕冷啊 不要洋葱式穿法 他只要穿一件厚外套 然后你不要穿短袖 你就买一件Canada goods 那一件大概台币要2万块 嗯 但如果去日本买会更贵 所以日本人大陆人很喜欢买Canada goods 多穿几件就好了啦 不用我觉得太贵了 真的不用 还有旅游费 旅游费没有含进去哦 所以如果你想要去纽约啊 你想要去波士顿啊 去美国玩啊 飞机票跟住宿费 嗯 不然就走路路嘛 会比较省钱 所以这个可以 网路上可以先找一下 大概花费多少再加进去 嗯 OK好 旅游其实最好是提前就是规划 因为我都会觉得说 啊我现在去规划半年后 我怎么知道我半年后要干嘛 没有你要先规划好 你到时候 因为在这边还蛮尊重你的 你想要修假去哪里 老板通常都是你调整的OK 他们就会给你 他们不太会像台湾就是说 啊你要放三天你要放四天哦 这样 对他们都会 就是同事也都是 很多都是 就是国外学生 所以大家都会说 你要去玩OK啊 就是互相cover 所以最好提前规划 然后就可以生女非 对 我觉得加拿大就是 嗯 我们是为了生活才工作的吧 嗯 嗯 那台湾反过来哦 我们是为了工作才生活的 嗯 所以外国人还蛮注重 他自己的一些旅游品质 生活品质 嗯 所以你要排假赶快说 嗯 不用挑旺季去玩 因为我觉得旺季真的很贵 嗯 好 好 那问一下哦 请问一下 呃 照片里面 苹果西达跟波德多 真的你买的到台湾食物 很多 好像画出动点咯 哈哈哈 这边有TNT 就是大统华 就是华人超市 有日韩 然后 中国台湾的都有 然后你真的也要 台湾超市也有 但是在偏 就是北 北边不是在市区 但是真的都找到 真的什么都买到 但是就是贵 对 就是大城市的话 不用担心买不到台湾 或是大陆的东西 反正都有华人超市 那如果是小城市一点的话 可能有银马店 嗯 哈哈哈 但不会那么齐全 哦 所以如果做小城市的话 那当然可能 有些是网购啦 有些会送 哦 但你的那个 那个运送费可能 比食材还要贵了 嗯 哈哈哈 所以呃 斟酌去那边就不要吃了 好吧 嗯 好 那Lucy想问 请问他们就业博览会 大部分固定在什么时候 会有找不到工作的状况吗 如果是以顾客服务的话 服务业我觉得都找得到 但是就是看你要不要 就是像说 如果去7-11你要不要 你会不会觉得说 他7-11我不想 就是像这边有Tim Horton 就是 基本上如果是学生 他们基本上都熟 而且他们分店很多 你可能 顶多就是被排到你 离家比较远的分店 但是就是你要不要 所以其实不太会有找不到工作 就是像我那时候找不到 是因为我的要求很高 就是我想要找餐厅 我想要学餐厅 我不想要去打卖场 我不想去Tim Horton那种连锁的店 所以我一开始找不到 然后后来就开始慢慢放低标准 就是咖啡店也可以的 或者是饮料店也可以的 所以就是 你标准比较高 当然就比较难找到 但是你如果是 能不能找到工作的话 我觉得是都可以找得到的 那当然如果是冬天 因为冬天会下雪 所以他们 大家外出的人会比较少 然后外面的那个就是 pateo就是 在街道上面的 人行道上面的一些 餐厅 就是餐厅 就是餐厅有些那些 人行道上会有多位 然后会收起来 因为下雪 所以当然就是比较难找 因为他们顾客量少 就是服务人员也会需要 需求量也会变少 所以冬天也会比较难找一点 但是基本上还是算找得到 都找得到工作 然后 Gracestone College的就业博览会 他们是写说 春季跟秋季 可是他们好像没有特定说 1月2月3月哪一个月 但是他就写说 春季跟秋季这样子 但是基本上就是六个月一次 好啊 那我补充一下 就是 因为Gracestone 是一个私立的专门学校 那他们会邀请一些 尤其是服务业 就是那种 Hospitality 这种比较大的饭店 去参加 因为有时候有季节性 他们需要的量比较大 尤其是短期的 那不一定要靠就业博览会 去找工作 因为我觉得像Lindling 什么Indie那种的 才是现在找工作的主流 所以你要开始经营你的人脉 好吧 那当然啊 反正你也是有学生嘛 到处逛逛 到处晃晃 你也可以去扫街 嗯 所以工作 对 尤其是服务业 我觉得扫街也是蛮快的 那 没有找不到的工作 但一定都取决于你的心态 因为工作不可能天上掉下来 那有些人丢个十个履历表 他说他找不到 你至少丢个两百份吧 嗯 那有时候 当然自己的条件也要斟酌一下 你明明没有相关经验的 你硬要哪一份很厉害的工作 高薪的工作 提面的工作是很难的 所以有时候辛苦的工作也要做 那我觉得Joy的心态就很好 一开始设定目标 然后再来做微调 嗯 那很多度假打工课 他也不用去上课啊 他英文也不好 他还是可以找到工作 可是可能还是比较多是华人餐厅的 嗯 那英文就比较讲不到 那重点是文化体验啊 对 对啊 所以呃 这个就蛮重要的 好不好 好 那呃 再问一个问题 请问一下那边网购方便吗 我们是北美耶 当然方便啊 嗯很方便 可是要看你要网购什么 这边最常用的就是Amazon 应该是吧 对Amazon 好eBay 现在有虾皮对不对 我其实不太知道 因为我homem都用Amazon 他就是大概一个礼拜会买三次 嗯那种 就是货来三次的那种 就是很常买 对 什么都用网购的 对 所以现在真的比以前方便好多 钱也花比较快哦 嗯 如果说要买特别亚洲的东西 我就不确定了 有啊有啊 现在像T&T 现在好多的卖那种店家 都会跟Amazon配合 所以原则上 所有的店家都可以用网购 嗯 只是说 当然有时候你只想买一件东西 结果就不小心买了三四样 嗯 尽量不要网购把手砍断 嗯 好啊 那学校的部分有人要问问题吗 你讲的生活真的太精彩了 哈哈哈哈 有人分享 Ebay 感受到这种一定生活很用心 真的很用心 Ebay Kijiji Amazon Facebook社团 都可以网购 哦 这位是我们当地的学长吗 哈哈哈 来补充说明是不是 哈哈哈 因为有点大龄 不知道申请会不会有困难 呃 学校是不会有年纪的限制 但签证的部分啊 就看签证官的 对你的态度啦 有时候看看你的study plan 看看你的一些十年经验 看看你的财力证明 看看你的家庭成员背景 他会有一个主观意识 所以有时候就是一个三秒钟的事情 好这个P 哈哈哈 这个嗯不P 所以有时候真的要运气运气啦 那刚刚Joey有讲啦 语言课程有它的优点跟缺点 那工读课程有它的优点跟缺点 所以有时候要取舍 好不好 你又要英文进步 可是你又要工读实习 然后又要去打工 有时候会是抵触的 哦 所以如果真的不行6加6的话 也可以六个月免签 ETA就好 那就当纯游学生 哦 就不用考虑赚钱的事情了 就认真的花钱吧 哈哈哈 好 那也有其他的国家也是可以呃 工读游学啦 也可以呃 如果真的加拿大被拒签的话 也可以考虑其他的地方 好吧 那有有没有困难 就是适合才知道啊 嗯 就像大里面生小孩 现在都不太就是 这种都是私利的 比较是你交钱 学校不会有问题 就像朱莉安说的海关的问题 因为像我遇到有同学 快40岁 嗯 所以 对 所以我觉得预言 就是年纪真的都会有 18岁16岁的也有 对 对啊 但心态也很重要啦 不要说你大龄 就去那边你脸上就写大龄 去去玩就不要 哈哈哈 哈哈哈 什么东西就不要 那有时候我也很为难 因为homestay可能hombarhomma也很年轻 你hombarhomma很年轻吧 这是hom哥hom姐吧 嗯 对不对 算40啦算40 40 对啊 我有一个学生 诶是dennis吗 就是你吗 他就住到homdy家 因为他的homma 嗯 买了一个房子给他儿子 然后盒子来当homba 哦 这叫homdy 比他小两岁 嗯 好啊 那课程是没有问题啦 那签证的话就由我们的顾问来操刀 啊如果是这种6加6的课程比较没有呃升学的压力 还是说一定要留下来的压力 所以整场座谈会我感觉是比较轻松的 对不对 嗯 我们之前讲的2加3公立学院是读两年的 他就比较很累 没有笑容 全程座谈会都没有笑容 哈哈哈 co-up真的是来玩的 哈哈哈 co-up就轻松简单多了 嗯 那还有另外一种叫度假打工啦 不要搞混 其实加拿大是35岁 韩35岁那一年 可以抽度假打工 那一辈子就一次的机会 抽到了东西都申请好了 就不能放弃哦 哦 但如果他邀请你抽到了 结果你没有缴文件 那个就不算 所以你也可以去抽抽看试运器 有没有办法抽到度假打工 那如果度假打工不读书的 然后没有一些辅导的 那不太可能住homestay 因为我的客人才能住homestay嘛 所以有些人是跟我报 一个月的语言课程啦 然后开始度假打工 我觉得也是可以暖身 可是一个月而已哦很快 咻一下就没了 嗯 对不对 语言就一个月对不对 很快吗 我觉得语言学校还不错 就是如果你有一个 你的钱存得够啦 你可以有去评估那个价钱 就是语言学校一个月 然后你就可以先认识一些人脉 就是同学当地会找工作的一群 有可能会找工作的一群人 因为他们有些语言学校 是要再去升大学的 或者是去升co-op的 就是很多种 也有也是读语言学校 玩街walking holiday 或者是就回国家的也有 但是就是可以多认识一些人 然后你可以问老师 因为我们之前连那种 就是吃饭要不要给那个小费 我们都会问老师 就是老师就是也都人很好 就有什么小问题都可以请教 就是会等于是你有一个地方可以求助 不会说你walking holiday来 然后你怎么找工作你也不知道 你履历怎么写你也不知道 这样 对反正一个月就缓冲嘛 对不对有些人是三个月 那你到时候再读完书 用ETA进去读书嘛 然后再去边境换你的POE 就是度假打工 那也蛮多学生是6加6结束之后 抽度假打工 那可能运气很好就抽到对不对 那Joey你没有想要抽度假打工啊 对我想说35岁嘛 等放后面一点再做 还有机会 对不对 去抽30岁的 对可以啊分两阶段式嘛对不对 什么时候很想回加拿大的时候 还有一次机会 不要一次用掉 对对对对对对 好啊我看好你 你一定还会再回来加拿大的 嗯 好不好八月就要离开了 啊剩两个月了 对 对 剩一个半月了 对啊 对啊 倒数倒数 当兵数馒头 倒数了 真的 好啊 那如果你穿越回来 我回台湾 我还在台湾 我们再一起吃饭 好 和Yuri一起吃饭 今天Yuri要来嘛 对不对 对 嗨 Yuri 我们的千千千千学姐 对啊 刚刚看你的照片 我会觉得好多都是以前我走过的地方 就还蛮怀念的 哈哈哈哈 大家的共同回忆 是 对啊很棒 很感动你已经快要回来 我们回来到时候再一起约 好 好啊 那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Joy 哦 我说如果大家决定要读co-op啊 然后你们决定好要读customer service 也有很多学校啦 就是我觉得Gradstone的好处就是 因为我就是一个很需要人家逼的人 所以Gradstone就是报告考试全部都排很紧 所以你会有人逼 然后有push的力量 然后你会学很快 但是如果你们想要轻松一点的 就是那种玩比较多的 你可以去找去参考一下其他的学校 我不太确定其他有没有这种 报告少一点或什么的 就是都可以去参考不同学校不同性质 这样 但这是他的意见啦 有些人就是混的话 哪间学校都是混啊 那你很棒耶 从一开始要看那个手稿 到之后就可以很自然的上台报告 不用看 嗯 真的差很多 六个月有这样的效果 真的是很棒耶 给你一个赞 嗯 好啊 那当然你要上这个课程 你要有个基本的英文程度哦 如果英文太差 是没有办法读这个6加6哦 嗯 还是要测验 那你刚刚说的嘛 你刚刚好地空飞过 我踩在线上 踩在线上 对 有些人说欸不够 还要再读三个月或六个月的语言课程 才能上这个公读课程 所以要报名之前 我们顾问都会安排线上测验 好吧 嗯 好啊 那我们非常感谢Joey的分享 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今天刚好是假期的最后一天 端午节 那你今天有去参加我们的活动嘛 对不对 对对对 我今天请大家喝珍珠奶茶 超多人的耶 超多人的 我还玩到 我想说我不在应该没有人吧 就去爆满耶 没有 因为我前面有带新生 我也一直跟他们说 来来来喝珍奶 来认识新 对 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对不对 对 除了Homestay以外我们的学长姐 功不可没 对 大家互相可以帮忙 好不好 所以如果今天来听的之后 是要当Joey的学妹的话 可以来问我 快下认清 对我们再来问Joey好不好 对啊 但是这是她自己努力的成果啦 所以有时候听听前人的一些经验分享 自己要更努力 好不好 嗯 好那她Homestay 就是还没有开放申请 对 因为搬家了 搬完之后才会收学生 想卡位的可以跟我那个报名 好那 感谢Joey 感谢今天来参加的 我们今天来参加有25位喔 嗯23位啦 扣掉你跟我的话 嗯 非常感谢大家 那我们下一场 那我们下一场要呃 讲的是高中求学 所以如果爸爸妈妈有兴趣的话 可以叫小朋友来听 7月22号礼拜六 好吧 我们的呃 新竹小女生 好小 才16岁吧 嗯 高2 她来的读的时候高1下高2 来分享 好不好 好哇那 Joey感谢你 你那边也晚了11点了 嗯 对耶 你赶快自己洗洗睡吧 嗯 好 我感谢大家 好那我们下一次见 好有问题可以在线上问我 OK 好拜拜 拜拜 拜拜